2019年東京米芝蓮剛公佈 不少上榜的餐廳在香港都有分店 但收費就大不同了 差價隨時等於一張機票的錢 要數今年最注目的過光龍 一定是連續拿到米芝蓮三星 被譽為新一代壽司之神的Sushi Saito 今年3月就在香港四季酒店開第一間海外分店 由沙陀的徒弟東京店副手小林玉宰獎堂 但香港店的晚市就比東京貴至少一倍 每月1日接受三個月內的預訂 雖然一直難求 但比起東京店要熟人介紹才可以訂 香港店就比較容易吃到 在日本創下排隊五個小時的紀錄 全球首間米芝蓮一星日本拉麵店 去年在銅鑼灣開店 已經打入港澳車他人推介 店家油湯底 麵餅都在店內自家製 湯底用了雞骨、蜆、昆布和魚肝 每日熬煮九個小時 照排的醬油味湯 亦都加入了不同的備製熟成醬油 餐料 見出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